但或是這幾案都有人去提 包括到地檢署去告 所以柯文哲這幾案都是列了他字案 然後他字案的被告這些 官司未來會怎麼進行不知道 因為如果列的話 照理來說調查的過程也會傳 市議會也會傳 但對柯文哲人來講的話 這些他真的會有什麼樣的風險嗎 可是你不管結果怎麼樣 你總是在一個官司的泥道裡面 而這對他來說 或是對黃國昌 或是對民眾黨 519要去 要去對撿蘇培他們黨部門口 他們家門口去那個地方去抗議 他會有什麼樣的一些發展嗎 我先講一下 民眾黨一直在講說擠牙膏 問題是誰誰讓這個事情被擠牙膏 因為每次的事情 你都講不清楚啊 你都沒有回答 講元大這些事情就好了 李玉宏今天就他已經講了嘛 說我有主持會員 我就簽名 所以元大會有就是有 沒有就是沒有啊 對不對 你客人的聯絡 就是沒有簽名嘛 他沒有簽名 他沒有簽名 他意思說沒有這會嘛 李玉宏那一次是這樣嘛 元大也說沒有這會 李玉宏也說沒這個會嘛 所以有就是有 沒有就是沒有 你柯文哲連 但懺罰局說有 你柯文哲連這一次都講不清楚 你們當初不是帶一堆資料出來嗎 帶一堆資料訪生嗎 然後訪到哪裡去 然後呢 昨天直播在講說 那個T16是T17是T18 講說第一次希望分開 第二次希望一起 啊最後是分開 所以叫做沒有沒有沒有 沒有採納 所以叫做沒有採納 我聽不懂耶 清康剛開始說需要分開 第二次說要一起啊 不管哪一種我都叫沒有採納 我我完全聽不懂在講什麼 而且他現在他現在的狀況 就是說 大家回來回去啊 他比如說他講到T16T17就講說 你們這些議員不專業 你們會比建價是專業嗎 講到雨果市場講說 這不是議會討論過了嗎 那你們這些議員不是不專業嗎 因為議會討論過又怎麼樣 為什麼那個事情就就可以拿來 你知道雨果市場那個東西 我覺得我覺得最明顯 台智光的時候他連兩媒三媒這種流量 他都在斤斤計較 T17那個那個雨果市場 一個你想看一個東西要蓋五樓還是蓋八樓 那個地基兩柱解惡力學完全不一樣 材料完全不一樣 你居然居然會說 我原本只要蓋五樓的東西 我去用用蓋八樓的設備 的材料去蓋嗎 那要浪費多少錢 你為什麼你當初會到底到底怎麼同意 你們公務局到底到底怎麼去核這個東西 你從一開始就知道這東西 這東西要不是幾樣招標 是將來要蓋上去嘛 對不對 不然的話那東西他如果只能撐五樓 五樓的地基跟梁柱 八樓是撐得住哦 這不是我們在樓頂蓋為建的 那一定垮的 所以當初在飆的時候 你就知道說這東西將來要繼續蓋 對不對 而且將來要繼續蓋 也只有中華工可以幹 沒有人可以幹 因為我跟你講底下的結構 你就算有圖你也不敢 你也不敢做啊 因為你不知道他怎麼施工嘛 對不對 他現在的狀況是說 假如說他也不用看那麼多直播 我想說他只要撿蘇培跟游數位 兩個開一場直播就好了 一場直播贏了就是贏了啦 大家通通都閉嘴 我想說真的是這樣嘛 大家對決就對了 對你你這一場 你把兩個兩個議員幹倒 大家都閉嘴了 那一定對嘛 對不對 你現在開那麼多場直播 然後講了半天沒有 沒有一件講清楚 因為這件事情 當然我們剛剛講很多細節 可能一般的民眾沒有 沒有那麼清楚 但是很清楚的說 T16比T18的金額高一倍 對不對 這全世界都知道 八百四十八百四十趴的 那個金華城八百四十趴的容積率 全臺灣第一名 這也大家都知道 我剛剛講的那個 雨果市場這種五樓八樓的事情 大家也知道 你只要有這概念 你就知道說這裡面怎麼可能沒有問題 你現在柯文哲 你現在每件事情都是倒果為因 說結果就這樣 你看醫衛有監督過 然後如何如何 所以我中間都沒問題 中間的過程不解釋 可是問題是每個人都覺得怪 柯文哲在這過程中間會出現一個問題是什麼 就是說你原本人設整個破掉 原本是公開透明 我什麼都 我什麼都是高標準 你現在狀況是你每件事都怪怪的 每件事都都講不清楚 所以你的狀況就變成說 你人設破了之後 你整個號召力就弱嘛 為什麼黃國昌最近紅 因為黃國昌最近最近他他他 他最起碼他他他 他還有講出一套他的東西 他有講出一套他的邏輯 不管你喜歡不喜歡他 柯文哲現在的狀況是說 他每一個東西 他都他都他都自己都都語言不詳 講講的亂七八糟 所以你你你讓別人怎麼去follow 那這個我覺得道德高度 對小黨來講 沒有道德高度這件事情 就是整個整個都完蛋 不是你左右做大黨 附庸不附庸的問題 是你上去失去道德正當性之後 你整個發展就完蛋 所以他也不用去講什麼 陸軍不用講什麼 你關你跟著這些東西的時候 誰敢靠過來 我靠過來就要幫你解釋 幫你背書 那個發展一定會出問題 因為接下來的話 包括柯文哲這些事情 到底有沒有人可以適失情亡 然後出來幫柯文哲 一起解釋一起做這些 看起來目前很難有人可以做到 像這樣一些事 而且如果真的剛剛 大家特別講到人家 所以我就問一下現在好了 最簡單的一個白話文的詞就是 現在到底誰是民眾黨的頭 OK 因為黃國昌現在看起來的話 他的流量他的各方面 剛才蘇培舉的那個數字很殘酷啊 直播三萬多人是很多的 柯文哲你還記得嗎 連選前他都有非常多的一些 包括直播流量或什麼 後來大家是發現 他跟黃國昌兩個落同一天直播 同一個時段直播 那個人數馬上高下立派 而現在他播的這幾個在解釋這些 照理來說 應該小草也要很關心 那再加上旁邊有這麼多 所有的媒體人 所有旁邊大家都看 但幾天下來流量也才幾萬 我認為小草還是有關心柯文哲 只是可能選擇不說話 或者就是說在這個階段 因為反正也沒有新的進展嘛 那與其這樣還不如看 這個國聰老師 魔性的狂笑這樣 嘿嘿嘿嘿 每次都這樣笑嘛 我認為這個民眾 你笑笑看你笑笑看 你很難選 有有有笑笑 有這樣嗎 差不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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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他每一場差不多做這個 魔性的笑聲嘛 我認為民眾黨的頭還是柯文哲 在這個階段 因為他還是黨主席 現在只是說這個頭對大家來講 到底是頭大還是大頭 我覺得這是個問題 你光看昨天的那個直播 像蘇培 我真的覺得你就浪費了你 那人生寶貴的九分鐘 真的 布魯沛孩子睡覺 因為我為什麼特別講那九分鐘 是因為台智光是柯文哲認為最有把握 他從頭到尾其他案子都不講嘛 他每次都講台智光 而且他講台智光你沒用不成立 調查小組 對嘛 那如果他最有把握的花了九分鐘 讓蘇培都覺得浪費人生九分鐘 那我真的覺得他沒講清楚 我講一個最簡單邏輯啊 譬如說他在裡面有解釋 現在為什麼紙約的部分來的高 他說 就是剛剛原資大概提嘛 他說不是啊 你們以為這個就像一般民間嗎 不是我是政府機關的 如果有壞掉24小時要維修 隨時要幹嘛的 所以他的結論是什麼 他的結論是紙約其實沒有問題 那我覺得你聽完之後一定會一頭霧水 那你到底揭發了什麼東西叫做你是一個揭發的 檢舉了 他檢舉了 你檢舉了 因為你覺得紙約沒有問題嘛 那他一直在怪說母約的那一塊就是你為什麼一次給他50年 所以逼得你接受 所以你是這樣 那你到底覺得那個50年的問題點在哪裡嘛 你也沒講 我就說如果台志光對柯文哲來講 是他最有把握 認為說 因為你看他舉例都是這樣 你講那三大案對不對 那為什麼台志光你不是怎樣 他一直在提這件事 結果看起來昨天一樣失落了 所以你與其看柯文哲去罵 因為老實講 我記得以前之前正傳沒在做柯文哲的民調的時候 其實發現柯文哲的民調起伏有一個很大的一個影響性 是柯文哲如果擔任一個主打者 而且他帶活動的時候 他的聲量往上衝 但是如果今天柯文哲只是被動在回應的時候 事實上他的聲量是掉 我覺得到選後 其實這個會更明顯 那519呢 519不是一個大活動嗎 519的主場是誰的 黃國昌 現在號召的是黃國昌 現在號召者是黃國昌 不是柯文哲哪有 柯文哲如果與其花九分鐘 然後去講一個說不定 你還不如就是花九分鐘 去跟小嫂說大家來參加 對啦 為大家上519就好了嘛 黃國昌一直強調 他從四月份就開始籌備了 對啊 他也講說柯文哲已經 柯主席答應會出席 那代表什麼 如果是柯文哲主辦 那幹嘛要答應出席 應該是黃國昌說我答應會出席 那個主從關係很明顯啊 所以我其實不覺得就是說 黃國昌現在會去威脅柯文哲 因為黃國昌他也很清楚嘛 我現在是不分區 還是掛在民眾黨柯文哲的下面嘛 那問題就在於是柯文哲也就是民眾黨 試圖也希望打破過去 大家認為小黨叫做一人政黨的這種狀況 那你接下來在選黨主席或是什麼的時候 你能不能像上一次一樣 是柯文哲一人競選 我覺得那會是問題哦 OK 因為很簡單嘛 如果現在柯文哲他困在這裡 因為你說實話 剛剛提到說像那個北市科那個案子 你說剛剛蘇培提出的那些疑點 真正最大的那一塊其實就元大 當元大名則出來 因為其他13家沒有人出來跟你回應嘛 只有那唯一的一家出來跟你回應說 我就是沒去嘛 那你今天柯市府出來講說 有科長說有人來領標 叫做自然人領標 結果你一聽就知道更奇怪 他講的那叫第二次嘛 第二次他又來領標嘛 可是你流標完了之後 人家第三次就是沒有來 你一直去扯以前 人家現在說都說過去 人家現在跟你說現在 因為真正看起來最大的疑點 是來自於二次流標完了之後 你大幅度的去更改了 這一些所謂的條件 甚至你原先為什麼去找人壽產業 是因為你們規劃了叫健康產業園區 第二次全部都放掉 柯文哲也不解釋這些 然後花了一大堆時間 你去罵減速培幹嘛 那個張又不是他蓋的 那個我也不是他簽的 他們現在解釋是這樣 他說十一月十一號談完了之後 就是跟那個星光談完之後 十一月十二號其實不是拍板 他們現在的解釋是這樣 他說十一月十二號不是拍板 是當時在會議裡面兩岸併程 提出來了兩個案子 後來一直往後送送送送送送 我聽到他們講時間點是三月的時候 柯文哲確實拍了板說好吧那就往下 我說那如果今天你這個會中 大家兩岸併程 而且做出的方向 因為你知道兩岸併程完了之後有個建議 其實會中是建議就是改成三塊拆開 這個沒有錯 所以如果你的建議到後面 到柯文哲的邏輯是前面都是這樣 我到後面我蓋章 那也落實了外界質疑 你十二號的時候 你建議的方向就已經是這樣 你後面再找那十家十幾家廠商 其實那個意義是什麼 因為你已經在那個階段 已經決定了方向 就是要往這個地方看 是不是在要人家幫你這個背書 你也沒辦法解釋啊 OK